黄金时代大厦位于绍兴越城区西石山路 包含三幢十九层高的建筑 此前由业主发现 一号楼和二号楼各多出了一个B十九层 而且很多房间被租了出去 记者从规划部门了解到 黄金时代大厦的产权性质 一到三层为商业 四到十九层为办公 部分业主认为 B十九层明显属于违章建筑 房东利用层高的空间优势 增加房间数量 另外楼顶露台搭起了水泥台围墙 也属于违规占用空间 当时辖区迪荡街道综合执法办表示 把十九层隔成两层的情况 属于室内装修 是住建部门职能范畴 住建部门的回复是 经现场认定不是装修行为 房屋性质 由办公变成公寓 应该找规划部门 绕了一圈下来 究竟由谁来认定 各部门各有说法 之后 绍兴市岳城区行政执法局 法治科的余科长 提供了一份 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其中写道 业务主管部门 按照谁审批 谁监管 谁主管 谁监管的原则 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监管过程中 发现需立案查处的 再将认定相关材料 移送至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分割这个问题 涉及到规划跟建设两个部门 他们是我们 把基本情况调查以后 将向这两个部门发行征询 有行业主管部门来认定 这个事项到底是 谁来监管 谁来主管的问题 难处在哪里 首先这个认定 它本身就是法律界定上 其实法律也规定不是很清楚 所以产生的部门之间 无法界定的情况 这到底是规划 还是像我们也判断不了 到底是规划还是建设 但是我相信 总会有一个部门会来认定 5月18号 记者再次来到 绍兴黄金时代大厦 顶层露台上 有工人正在拆除围墙 露台它是个围墙 跟那个隧道 有种蔬菜这个问题 去年以后 我们就已经整改过一次 但是可能现在有点反复 又再继续整改 就唯一想 这个违法计划 是比较明确的 我们把它拆掉 对于业主们最关心的 黄金时代大厦19层 被一分为二的情况 究竟该如何认定 于科长表示 已经两次发函 给规划部门 第一次规划局回复 规划主管部门回复 就是它是无需审批 但是这个无法明确 当然这个无需审批 无法明确 它是违法计划 还是 或者是不用审批 然后我们 第二次要发言 要明确 目前规划 规划行政部门部门 还对这个问题 还没有明确 估计可能要 商讨过 或者这个东西 要征询 更加专业权威的部门 进行一个确认 于科长告诉介者 从执法部门角度 建筑的隔层问题 是不太明确 比如实际是否会增加 房屋容积率 又是否对房屋结构 造成一定影响 这些还有待行业主管部门 尽快认定 接下来仍然会持续关注 我们不好去定了一个 我们这个执法部门 是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才进行出发 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我们执法部门 接到了上级部门的一个 指导意见 我们会立即采取 我们就他们给我明确意见的话 我们就根据他们意见 采取我们相应的行政处罚手段 之前的采访中 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执法急查支队工作人员 曾表示 使用性指为办公的房屋 如果变更为公寓住房 需要到规划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于科长表示 接下来他们还是先等待 规划部门的书面回复 腰包环剑记者绍兴报道